金星一直以敢说大实话被大众所喜爱 就连他自己也公开说过 我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真实 不过他的真实倒是吓坏了不少人 在一期节目中 金星和蔡国庆两位评委居然当众掐了起来 吓得选手大气都不敢出 连沈腾杨幂都纷纷起身 给金星和蔡国庆捏肩膀 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气氛 一开始选手展现了一个精彩的杂技表演 整个表演都很新颖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金星也不停地点头 表示对这个选手很认可 然而蔡国庆似乎对这个作品并不满意 直言这位选手就是一个业余的杂技爱好者 这个点评一出口 选手的脸色就不太好 蔡国庆又称这个表演非常简陋 是所有杂技演员都会的一个基本动作 蔡国庆的这一席话太过直白 让沈腾的表情都不太自然 而金星在这时却是一脸冷漠 等蔡国庆发演完毕后 金星立马就表示 自己和蔡国庆持相反观点 对台上选手大加赞赏 蔡国庆和金星 你一言我一语 就中国杂技的水平开始了热烈讨论 蔡国庆认为 中国杂技的技术和创意 都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 杂技演员带来了太多的冠军和荣誉 然而金星则认为 中国杂技的技术非常高超 但是创意方面则比国外的杂技要差很多 两人争执不下 甚至有些激动 杨幂和沈腾两次从位置上站起来 为两位老前辈按肩 而选手以为自己引发了矛盾 于是向两位评委道歉 金星赶紧把话题拉了回来 称这只是讨论 自己和蔡国庆是好朋友 虽然是爆发了一次争吵 但是依然让选手近了急 选手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做到别人十年甚至二十年 才能够达到的水平 确实有点天赋在身上的 而金星慧眼十珠 一下就发现了她的潜力 不过一千位读者就有一千位哈姆雷特 蔡国庆也只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两人也没有对错之分 但这不是金星第一次在节目上 公开与他人起争执 2013年 金星和杨丽萍 共同作为武林争霸的导师 却在舞台上 因为一组选手的去留问题 吵翻了天 当舞者跳完时 金星表示自己不让他们通过 也给出自己的原因 金星说 他们跳得都挺好 但爵士舞的演绎我没看到 所以我不能给你投票 杨丽萍却在一旁不认同金星的话 我们在座的几位 是不能评判你们是不是好舞者的 金星一听不服气了 杨老师 我们坐在这个位置必须得评判 要不我们白拿这个工资了 我们做导师就是来评判的 杨丽萍却倔强地表示 但我觉得这段舞非常好 跳得也非常好 金星也不打算跟他争论了 那你就给票 我不给票 就完事了 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把杨丽萍惹火 他狠狠一拍桌子 对着金星大吼 我喜欢这段舞怎么了 我们能评判一个舞者是好的坏的吗 金星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他们是好舞者没错 但是他们跳的不是爵士舞 但今天比的就是爵士舞 规则就是规则 如此看来 金星的毒舌倒是有理有据 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金星的会说 可不单单只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当年乐佳在录制现场 醉酒闹事 看着乐佳在台上的丑态 一向直言感受的金星老师 一语重递 道出真相 酒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乐佳的经纪人给带过来的 这也让乐佳一次醉酒炒作的说法 被盖棺定论 但真正让人看到金星的语言水平 当属他在事后采访中说到的 师父和老师的区别 师父教于技法 老师教你做人 直接道出了乐佳与其他人的差距 不仅敢怼明星 当他面对企业家时 也是毫不嘴软 节目里的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扬 大言不惭地说道 家庭暴力发生了 我打了太太 谴责几次就够了 关键要从这件事情 获得社会的共识和智慧 打人并没有多大的错误 他的这些话 自然是引起了公愤 大家纷纷指责他 缺乏最起码的常识 你的态度是最大的问题 面对嘉宾的批评 李扬丝毫不知悔改 让你上来是给你面子 打了就是打了 道歉一次就够了 这一时旁边的金星坐不住了 他直接开骂了 我关他了半天 你太道貌黯然了 家暴就是家暴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真恨死你了 金星的这一番话 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毕竟金星的感说 不同于瞎说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的毒蛇 绝对不是乱讲话 乱攻击人 我对我说出的 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 这才是大家真正喜欢他的原因 如此独树一帜的金星 是娱乐圈急需和缺失的存在 而这也是他长长久久 立足娱乐圈的资本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的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